看一下邻居婆婆割草剪刀的一窝鳥蛋 应该是出生的第四天 现在能吃这么大的西餐 第三天的都 腰折了一个最小的 倒了倒了 冬到西外的在里面 保卫这东西 这跟指甲盖又是不同的一种东西 指甲盖是吃虫的 吃虫也吃了个什么乌骨 就砸实的 这种牙齿全虫子 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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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一个 难得喂 上一针胃多了 这一针感觉吃的不多 哎呦 这一针感觉吃虫子 难得喂啊 还谁啊 有一个很深 有一个很深 很难养的东西 很多 这玩意很难养 就很多人捡得了那种长毛的 养着养着都养死了 今天是第四天 能活到现在都不容易 嗯 这鸟很常见 都是在那个什么 田边的那个毛巢里面 别人一割草就会有 是不是 看一下 已经开始长那个 鱼管了 第四天 应该一个星期就 差不多要出毛 看一下 又要吃了 拌一顿我要吃两个蟋蟀 两个这种 半大的蟋蟀 以前的蟋蟀喂的很少 现在能吃半大的 有这么大的蟋蟀 差不多了 吃了两个 每一只都吃了两个 这三个是挺正常的 到目前来看 它这个窝你要给这样的 把它窝小一点 不然它在里面东倒去歪的 行吧